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hk 今日我說 官到無求 膽自大 有多大膽啊 夠不夠膽陪市民一起喝完水啊 真是夠膽喝的 聽有個議員說 喝完水會延年益售 售他的頭啊 豈有此理啊 給些有毒的水我還要收我水費 嘿 趕快上網 用PayPal再交多幾份myradio月費啊 有錢真是支持一些無毒的聲音好過 官到無求膽自大 我說 月到尾聲 錢照交啊 現在已經是月美啦 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回到來第三節了 今天是10月30日 明天記得大家10月31日 我們就在屯門就有一個的 官員借票 行動 屯門胡鐵灣官員 是的 就是一連串的 熱血公民 那不同區的候選人 就是會在當區就誓師的 是的 所以阿泰國就不要以為是送紙的行動 我們是借票的 你一次說的 如果我留給你 就是透露了你心底說 你們太過不了解當區的狀況 我也叫你去下區 是 不是你星期三本身就下來的 你說先吧 你放飛機 那你先說 不是當區的狀況是怎樣的 當區的狀況那個官員 有人是去那裡求送紙的 是 還有借庫的 那借庫本身也是一個活動 就是本身那個廟的活動 當區的活動 是啊 那裡過年很多人去借庫 但是我聽一些街坊的說法 說其實那裡是霸了回來的 是 真棒 就是霸地霸回來的 但是開頭呢 其實在外面 他開頭是很小的 你知道嗎 他開頭是只有一個觀音座 然後那些街坊就不斷放進去 放一些不同的帳 慢慢就越來越多人去那裡放 雖然現在也不是很大間 雖然現在不是大家 因為其實之前打風吹爛了 還有聽說 不過那次不是那麼關係的 是有一次打風之後 有船炒了上蝴蝶灣的嗎 那我不知道 你不記得了 那大家如果明天OK的 就在這個下午兩點半 不是 下午三點鐘 就在這個屯門蝴蝶灣公園 裡面有一個叫觀音廟的 那你去到其實應該就會見到我們 即是觀音廟對出有一個公園 是不是 不是 觀音廟是海邊 觀音廟是對著海的 那你要走過公園才去到那個廟 是這樣的 都叫你下區的了 湯姆 是 我下區 在星期三你放飛機 你說下來 其實那裡 你問人就認識的 住在那裡的人都會認識的 開放耳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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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有多少 全面耳鞋開放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中文 你想想 這個是文匯報的 是嗎 這個標題是全面耳鞋開放 不知道是什麼中文 還跟你說 你學習大陸的秘密 應該這樣說 如果真的叫他 他就寫著全面耳鞋放開 會議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 完善人口發展策略 全面實施的一對夫妻 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積極面對這個所謂人口老闆 是的 今昨晚二學政治講過 大坑有講過他的分析看法 是的 大坑有個問題問你 你想補充一下 什麼問題 聽眾不知道 你說一下他究竟 大坑基本上 昨天評論這個題的時候 有問過一個問題 首先大坑的立場就認為 基本上所謂一孩政策 其實是名存實亡的 對香港來的 也不大 本身去大陸來說是名存實亡的 但是為什麼大坑這麼說 因為他說 譬如說 好像東莞之類的 夜總會小姐 他們就必然有勢老妹 現場其他主持就不敢搭嘴 因為你本身是東莞從事研究工作 曾經實地研究 就是一點都不理地 不理地 實地研究方面 入了 入侵室研究 這樣就想問一下 其實是不是這樣的狀況呢 你不要說 因為那些所謂的武組者 或者那些民工也好 都是來自農村 是 農村其實在80年代初 就已經在開放了 就是所謂生兩個 但是有時候就說 為什麼有些悲劇 或者慘情發生 只不過是當地的計生委 去屈錢 就是屈錢的情況 我也有見過 就是叫他付錢 就是說 你那裡偷生了一個 然後罰他錢 然後每個月要上繳 是500元的 他說500元 500元 然後他沒有得比 那個農民走了兩年 兒子大了 已經兩三歲 然後後來就說 如果你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好了 因為這個子女超生的 你想想方法處理他 叫你想想方法處理他 捐了他 捐了他 你想方法處理他 然後我聽過故事 我聽過故事 在雲南 神經病 然後那個農民不走 那怎麼辦 然後他走來 沒收了他的拖拉機 總之就是要搶錢 不是 就是一定要老屈去錢 因為你的拖拉機 就是你的衛生工具 對 是啊 你怎樣借 你怎樣借都要借回來 意思是 他就是說你死都死回來 你想想你 即不是處理了一個小朋友 他說要你處理 你兩條路 要是你就交錢 要是你就交出你的子女 交出你的子女 OK 怎樣交 你交不了 你想法處理了他 然後你處理不了 他接著又怎樣 為什麼真的不會收了他的拖拉機 我聽到我真的呆了 不是這樣的嘛 然後當然 但是作為一個香港人來講 在大陸有什麼不會發生呢 但是因為昨天的焦點 在討論那個一孩政策的廢除 就叫做轉為二孩政策 其實也是一個所謂的控制 其實也是硬性規定 你想三個就不行了 意思是 付錢就行了 並非一個所謂 真的完全廢除這個一孩政策 其實很多城市都是給錢解決了 那些有錢人 是 是 你給錢解決了就沒有了這回事 現在問題的就是說 其實嚴格來說 是因為去到根本 基本上你計身位要再別人屈 別人一孩就沒得好屈 因為 因為相對來說 城市給了就已經是給了 在想農村你已經 基本上你怎麼再屈它 因為已經是很普遍的 所以 這個就是 沒有肉食的情況下 沒什麼意思 還是限制著一孩 就是擺在那裡 是一個叫做有名無實的制度的時候 那 就懶得好像開放 因為懶得開放的時候 我昨天看到這些左交評論 令到你驚訝 就是覺得是一個人權的 人權的一大步 這樣還沒到 一大步還沒夠的 剛剛說的 不是 一直以來被你批評的就是 中共一孩政策 當時是有一個爭論的 就是在說它是不是不人道 這個必然 這個不需要討論 但是有些人 有些人就會認為 這個是中國的國情需要的 就是因為在8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學者 他就提倡 就是說 是一定要一孩政責的 就是一定要是實行一孩政策的 嗯 但是 當時毛澤東就不同意 是 於是 後來就是 歌學者鬥瓜了之後 因為他不同意的時候 是在說的是 因為毛澤東覺得這個是文革的後期 來的 就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是叫做 叫做什麼 資本主義的 講法 是 然後然後 但是 去到80年代中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人口太多了 所以在過了文革之後 就是接受了那位學者的建議 就是實行一孩政策 是不是馬人初 就是馬人初 馬人初是很悲慘的一個學者 但是同一時間 既然廢除了那怎麼辦呢 廢除了一個結論 就是 其實對香港來說 我覺得其實是影響不大 我覺得是影響不大 因為 其實在城市來香港 那班有錢人 已經有方法來了 嗯 嗯 但是他現在的說法 叫放寬 是什麼呢 有些說法就是 為了經濟上的考慮 因為 那個 再做多次人口紅利 對 再做多次人口紅利 所以人口紅利的說法 是因為 就是你要是繼續 繼續剝削人民 是 就是要壓榨勞工 繼續壓殺勞工 那你怎麼壓榨呢 人多才能壓榨 人少點壓榨 你明白嗎 那你人多要壓榨他 現在你年輕一孩政策那班 就是在80年代那班 我們這一脫的人 已經是 少了一陣了 這樣 所以他面對的就是 那個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就是所謂那個 Demand Supply 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是你 Demand就是 就是廠老 開廠那些人 將那個 Supply 就是那些勞工再擴大一點 那價錢就是可以壓榨 是 但是呢 我的焦點不是想討論人口政策 我的焦點是想討論 就是講 其實整個這個 所謂的 五中全會 就是五中全會 人民的 所謂叫做中央 中央委員會的會議 就是全體會議 就是第五次 第十八階 第五次 就叫做五中全會 其實這次呢 焦點都是只有兩樣的 第一 就是人口政策方面的改變 但是這個是廢的 OK 這個是廢的 有名無實的制度 有名無實的制度 他只是說出來而已 另一樣呢 就是在說 大陸經濟已經下滑到 七都補不了 是嗎 他不是說補經濟的增長嗎 六點多 六點多 現在要補到七 但是呢 其實呢 這次五中全會 最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最特別的就是 你沒見過 你是沒見過 這麼久以來 毛尼拉監 中共是提出的說法 我們要展望 十年和二十年之後的中國大陸 我覺得他不是這樣說的嗎 我只是以為他這樣說 不是 之前那個說法就是 我們中國已經要高速增長 然後實行中共的四個現代化 去取得BD-Bar 但是這次你會見到的就是 他重提到要實現小康 小康的那個說法是甚麼 大家展望十年至二十年後 保障實現全面小康 這個就是文匯今天的頭版 就是五大新理念 保障實現全面小康 就是剛才說的有關五中全會的總結 所以我的總結是 這個中國大陸就是 就是 混蛋 對呀 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你想想一個政府 如果他要去到評價 或者評論自己的政策 有甚麼是能得到市民同意的時候 或者是最少贏到民心 中國大陸贏到民心就是一件事 就是高速經濟增長 你沒有其他東西的 原理是很簡單的 因為在這個文革的時候 已經耗盡了一次 所謂的政治理念上的 意識形態的曬禮 十年的文革 跟著之後 十年的文革 已經走向了 那個政治上面的 叫做 取得人民對於 夢想 不是 理想國 理想國的追求 但是第二樣發生的就是 怎樣再耗盡了那個 在那個政治上面的理想 就是去到八九條門事件 一個圖城 政治上已經再沒有了願景 OK 沒有任何願景底下可言的話 那你剩下的經濟那條路可行 對 到你經濟那條路可行的話 那你面對什麼呢 就是 你沒有經濟 沒有高速增長的時候 你經濟不能夠維持 你政權那個所謂的認受性 其實是沒有的 OK 大家又賺到錢 中國大陸還賺到錢的時候 就是有所謂的認受性 就是你的政權合法地存在 不是 sorry 合理地存在 就是合法 是非法的 合理地存在 就是你有存在的意義 而中國大陸的意義 就是只有經濟 但是這次的國五充全會 就告訴你 大家不要說經濟 這件事 看回十年之後才算 因為我們的問題 就是人口不夠 是 哇 你這樣聽到 你不覺得是 覺得 我們香港要準備建國的準備嗎 大哥 這個就必然要 建國準備 就算他怎樣說 我想我們都要 不斷去準備 不斷去準備 建國的準備 建國準備 因為現在湯姆手上 拿著的份 就是文匯和大公部 你可以約略去評價一下 沒有評價 很難 我真的不懂大陸 不是 我不是叫你評價一下 內容 內容的結論就是 中國一定是混蛋 雖然大家知道 但問題就是 你未見過在五中全會底下 他提出來的 所謂的目標 是這麼虛脅 是 即 那個虛脅的地步 就是 他是要賣什麼 你想想 他要賣到 賣到關於人口政策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訊號 來的 因為其實 人口只是關於一孩政策的討論 要廢除這個討論 其實是有十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現在2015年 在2005年的時候 已經是說 當時是因為要加入WTO 加入世貿 於是就要講一件事 就是 究竟中國大陸的人權 和勞工狀況是怎樣的 其中一個討論之類 就是 人口政策 一孩政策是何時廢除 是 但是問題的就是 討論十年區不來 那怎麼辦 現在沒有東西賣 那習總有些什麼出來賣 想想 動戶口制度 那不如動一點點 動一孩政策制度 以前動不了 以前因為屈到錢 計算是一孩政策都屈到錢 但現在問題就是 一孩政策不值錢 那怎麼辦 接下來就是 現在就告訴你 那唯有一孩政策 改變了 那大家改變是怎樣的 這個改變呢 在這一刻就帶不到 什麼的改變給大家 是 大家只望將來 十年之後的中國會強盛 這樣 這樣 其實如果你說 泰國廣華裏面 這個 譬如文匯報 他怎樣 說到五中全會 閉幕 他一定是說好東西的 文匯報 這些黨報 是 他會怎樣說 譬如他會說 創新全局核心位置 不知道有什麼 其實 這條 涵蓋各個方面 綠色就是 建設美麗中國 開放奉行 互利共贏 共享 邁向共同富裕 基本上全部都是 這麼虛的標題 你是沒見過這麼虛的 就是 創新協調 綠色 開放共享 以前都會說 譬如 泰國你剛才說的 所謂經濟指標 那件事 他都會大大寫出來說 補白沒有問題 這樣的 是的 所以 今次 五中全會 我們要評是評什麼呢 我們不是要評他們有什麼內容 嚴格來說 他們的政策 跟我們其實已經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的目標 當然是建立香港 香港建國 但是另一方面 其實是 我們的對手 就是還在香港的對手 就是文匯大公 是 所以值得留意的就是 他們的標題 以及最近的動向 是 最近的動向 是 因為有個消息傳出 是 在這個 因為現在五中全會 接下來就是這個十三五 是 是 在這個大變化之下 不單止是大陸 是有一些所謂的 新的政策推出 而在香港 由於 因為香港 都是同樣出現一個大 即是接下來的轉變 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之後的特首選舉 所以現在北京 已經在安排著 一個計劃 就是怎樣可以將它 在香港的輿論 甚至是那個什麼 製造輿論的工作 輿論機器 製造輿論的機器 製造輿論的機器 壯大它 壯大它 可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昨天就出了一條新聞 就是蘋果出的 那一個題目就叫做 全北京夏子 文匯大公合併成報業集團 那他就說 有人就跟他們爆料 就說 本來已經很friend的 文匯部和大公部 將會合併成為報業集團 而且有關的報報 已經拿上北京了 新的報業董事 將會由大公部 即是大公部現在的社長 姜在宗出任 第二把交易就由文匯部的社長出任 即是現在 他的傳的消息就是 大公部和文匯部 會合併 但依然是保持兩份報紙 但就合併成為同一個報業集團 哦 即是報業集團合併 然後大公民會招出兩份 這個消息來源就是蘋果日報 但合併之後 即是現在所謂的 這些估計 或者這些所謂的小道消息 就說 兩份報紙的員工都擔心飯碗不保 因為恐怕合併之後 就出現大財團 你中共這麼有錢 怕什麼 我就不太明白他們 你覺得這麼有錢 合併通常是沒有錢才合併 是這樣的嗎 沒有錢才合併 你有錢是擴充的 現在他說是合併 現在純粹在社長的位置 就是大公坐在社長 文匯部 不是這樣 所以我剛才說這樣 因為通常中共的情況 是副那個說事 哦這樣的 因為正那個是被人剖傷 拿出來殺頭的 有機會 這樣嗎 即是真的 文匯 通常有 通常猜猜 如果文匯報上的話 這樣就有得看 中聯辦得勢 真是 他那個報道說 統一歸向中聯辦負責 現在變成這樣 嗯 現在你說兩份報紙 即是我不太明白 其實你把這兩份報紙 所謂合併了 即是兩個公司合併了 一間公司 然後兩份報紙照出 這樣 那是不是會壯大了呢 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們 只是省了資源 反而省了資源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在佔領期間 有一段時間 張曉明不是很出來的 張曉明也消失了一段時間 在佔領期間 接著我在金鐘聽過一個說法 有人跟他們走 他們說 現在在這個中聯辦 那些人被人走了是照廢的 還有大公文匯 人家說他們的新聞做得差 報紙他們的資源 全部失實和錯誤的 所以現在北京就要下令下來 是要他們更加努力 拿回前線的資源 令到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毛利拉筋 這麼窄到人走出來佔領 這樣 於是被人罵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文匯大公做得差 撒著做 你說國家機器 撒著做 做新聞 剛剛全部都是網料 你看看他在文匯大公 基本上我Facebook的Status 他就放了下去 就是那個Page 關於我那些東西 他就放了下去當新聞 然後現在 然後被人罵 被人罵就說 你們不行 所以後來佔領之後 第一單就是 立即做陳文敏和戴躍 你看到的 當時他就是在佔領期間 被人一眼射下去 然後突然間 這麼死勤力 你看到文匯報 是會做新聞的 戴躍庭和陳文敏 當然是他們做出來的 即是張大明在那個 陳文敏和戴躍庭 我知道張大明引述的 即是他再提出來 人們問他 喂 為何那個李國章裡面 有說文匯大公 沒有人看 有些關係 今天蘋果日報都有報道 是的 就說報道回 引述張大明在電台節目裡面 接受訪問 其實陳文敏那件事 其實是文匯率先洩漏出來的 你現在又說人家洩漏之類的說法 即是張大明的意思就是說 你本身洩漏了 現在你說人家洩漏 那你如何有一個 公道在哪裏 當然我們不是要 我們不是要 鬥什麼呢 鬥差 你明白嗎 即是我們不是要鬥臭蟲卵 我們現在問題的就是 你看回文匯大公如果這個報道 我們講回金日平的報道 是的 他是說如果文匯大公是合併的話 是會來加印報紙的 不是 這個加印報紙其實是之前的事 已經加了嗎 是的 因為有文 實數我不知道 聽聞就說 文匯大公共產黨 就給他們多一億 每兩家報紙 每日要多印10萬份 免費派發 滲透不同的所謂商下和屋邨 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之前其實有提過的事 關於這個回應呢 我們先補一條片 彭定康跟你說 答了你 李國章就是這樣說而已 即是他們的同樣的看法 彭定康拿回 即是拿回舊時候 彭定康在開會期間 就提過這件事 就是這條片段 其實我也有點思議 即是李國章和彭定康 他的論調一樣 那怎麼辦呢 要做他 文匯報章會做他 不是啊 即是我覺得 你想想 譬如你看回前兩天 李國章在這裏評 陳文敏是黨委書記的 你是不是要將他成為黨委書記 有什麼人會這樣說 這個話出口 講英語業 即是你現在看這條片 當時的彭定康 他批評文匯報沒有人看 跟李國章的批評是一樣的 是 文匯報有沒有人買呢 請問各位在座的智囊 以及我當時彭定康那班的FingTang 沒有人看 那怎麼辦呢 然後大家問問 大家 你認識什麼人有職 有人看文匯報 是 沒有了 沒有了 當然沒有 那如果現在反過來 這樣想 即是現在這個合併 我覺得是針對李國章而來 不是吧 嘩 這麼突然間 我想未必 反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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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針對他想做什麼 針對他 如果感覺就是 好像有個回應壯大聲勢 文匯大公合併 裝不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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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指香港左部 香港共產黨候洩 這兩個是最歷史悠久的 是不是 這兩個 文匯報當然是最歷史悠久 文匯一直以來都是 但是現在那個形勢是什麼 那個形勢就是 你會發現到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坦白說 你看到中共的虛脅 還有現在的五中傳媒 其實都有再提香港 就是要跟香港 大家 也不是說和諧 大家香港人都要專注和諧 還有 香港要有一個 叫做共治 就是深化內地和香港的合作 希望促進到我們兩地之間的和諧 但是這個你留意 是文匯大公的口徑 就是那個說法是什麼 那個說法就是 你會看到他現在 在大陸那裡 他都已經很擔心的就是 表面上 只是看那個五中傳媒 是說一些其實是 無理會的事情 然後就拿那個人口政策出來 放一個房子 就覺得之後就會是可以 大家就沒有問題了 保持經濟的增長肯定的 只要大家生了孩子 二十年之後 中國不會倒閉的 OK 共產黨不會倒台的 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反過來 在文匯大公今天 他就是大大隻 又要寫一個標題 又要深化內地和香港的合作 要促進羅諧 但是同一時間 香港的現狀是說 文匯大公要合併 那就是告訴你 就是在香港 現在去到北京都會覺得 根本是沒有能力 是要牽制到香港的輿論 可以唯一一個方法是怎樣呢 是要加劇 這個文匯大公 那個在香港製造輿論機器的能力 因為其實的確是沒有人看的 但是結論的就是 怎樣也好 都是如你國章所說的 是沒有人看的 是沒有人看的了 我覺得我自己 我不太知道 我只是選少少的看法 這些都是內部鬥爭多過一齊 我覺得 其實他們說真的 你說文匯大公有沒有人看 他們最清楚 究竟實質買多少多紙 怎麼會不知道 你所謂的合併之外 又怎會真的多了人看呢 因為你都是說 兩份沒有人看的報紙合併 加在一起 會變多了人看 多了人看 怎麼可能的事呢 聽上去都不合理 對不對 你沒看過 龍珠就是這樣 神經病 多看就厲害了 我認為 如果你說文匯大公合併 那可能是比較好管 剛剛我見到 Triumle有最新消息 是怎樣 上台再爆一條 港大下委會幾文匯的錄音 正喔 我們這一節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 好